你們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啦 你們昨天沒有抗告 應該是大家連夜都在研讀那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能不能從裡面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對我來講我坦蕩蕩 但是你們這樣找東西 也有在北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臭臭臭 那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今天那個名嘴每天做的事會少掉嗎 那你們怎麼變成整個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 變成跟名嘴一樣 每天在那穿著護衛在在 不要說抹黑啦 就是這樣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嗎 那你真的不知道金華城百分之八百四的嗎 沒有 我跟你講喔 這一種東西 那現在我當然知道 在當時他進那個都委會後 不然你去找所有記錄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啊 那主席還是有都委去發文說 認為那個金華城的容積獎勵是不合理的 不是啊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要是要講喔 不要馬後炮 如果這樣的話 當時每個人 我跟你講 我要替那個邵修佩講一個公道的話 如果一個公文 如果那麼多人簽字 到最後不可以把責任全部推給某一個人 那我這樣的 這個公文 我跟你講那個公文上面有多少人簽字 就是這樣啦 我後來發現 他們到我家 你知道 把我們的 USB 還有那個 USB 就硬碟 還到我們那個辦公室 把我們幾乎所有那些主要的 不管是硬碟 USB 全部收走去 比照鄭文燦的案子 他們是第二天就提康告 為什麼我的還會拖這麼久 我知道他們 應該很動用所有力量 都在研讀那些電腦裡面的資料 反正喔 除了三大案嘛 還有政治獻金 再來那個低果菜市場 魚市場那個案子 這個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缺水缺電 缺工缺地缺人才 核電 勞保健保 一大堆 高齡化少子化 靜靈碳排放 作為政府你知道 應該每天去認真工作 現在不是 你們已經從負面選舉走向負面政治 什麼叫負面政治 你們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啦 你們昨天沒有抗告 應該是大家連夜 都在研讀那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能不能從裡面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對我來講 我坦蕩蕩 但是你們這樣找東西 也有在背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湊湊湊 那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今天那個名嘴每天做的事會少掉嗎 那你們怎麼變成 整個台灣 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 變成跟名嘴一樣 每天在那穿著護衛在在 在 不要說抹黑啦 就是這樣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嗎 所以我都覺得這樣啦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啦 有一天台灣有罪的定義重新改變 什麼叫有罪 民進黨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國家不應該是這樣 台灣花了三十年才走出那個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 結果我今天看到什麼 民進黨變成新的黨國體制啊 今天台灣民眾想想看 今天司法跟媒體不是政治工具嗎 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是你們對得起當年二三十年前 那些民進黨的前輩 還有 二十年前我們也是支持民進黨的 那你們已經變成新黨國體制了嘛 再問一遍 今天 司法跟媒體不是變成統治的工具 變成政治工具 我有講錯嗎 怎麼會國家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民進黨要去跟老百姓去反省的 你怎麼看民進黨本專也發文轟你們幫北檢說話 所以現在也有發一些討論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你知道齁 我覺得壓力最大是那個法官 甚至我在最後結辯 我都跟法官講說 那個檢察官立場明確態度清楚 你就不要為難了 你真的不知道金華城百分之八百十的嗎 沒有 我跟你講齁 這一種東西 現在我當然知道 在當時他進那個都委會後 不然你去找所有記錄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啊 那主席還是有都委去發文說 認為那個金華城的容積獎勵是不合理的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要是要講齁 不要馬後炮 如果這樣的話 當時每個人 我跟你講 我要替那個邵修培講一個公道的話 如果一個公文 如果那麼多人簽字 到最後不可以把責任全部推給某一個人 然後這樣 那個公文上面有多少人簽字 昨天晚上主席好像沒拍到有去一個大安區的住宅裡面 去找朋友還是有什麼樣子 好 其實呢 在上個禮拜五 柯爸爸因為住院 那本來主席在當天早上 是要去台大醫院簽手術同意書 那但是在去之前就碰到 檢連上門嘛 所以這件事情就沒有進行 那但是後續 柯爸還是持續在台大醫院進行手術 好 那所以 主席在回到家之後稍坐休息 其實他 非常擔心他爸爸的身體 因為 柯爸其實也九十幾歲了 然後 這次動手術對於他來說是一個 還蠻大的挑戰 所以對主席來說 他其實 心繫著他的父親 那 昨天晚上 他就趕快去醫院再探視一下手術後的爸爸 那當然 柯媽媽因為在台北 這個沒有辦法住在醫院裡面 所以後續就主席就帶著柯媽去到有人家 讓柯媽也可以住在台北 究竟能夠可以照顧柯爸爸 那請教因為這個 前都委會的這個成員 那個曾光中 他是有特別發文 提到說就是 金華城案經過六年的審查 其實主席不應該用 不知道三個字就來帶過這樣 我想大家是有一點點 誤解了主席當時的意思 齁 大家都知道都委會是一個 獨立的審查單位 那 市長接到相關的這個 陳情 他當然是交給專業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來做審議 那審議的過程大家也可以知道 柯文哲主席根本不會去參加那個審議的過程 那個審議的過程就是都委會的成員去進行的 所以 所以 就算他知道了這個審議的過程 他也不能干涉 因為他不能對個案來干涉 所以他的不知道 其實現在是刻意外界去誤解了柯文哲的這個意思 都委會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審查機構 那 市長是無權干涉 所以他不知道的是 這個審查的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外界不要再帶風向 然後甚至呢 是把這個 扣上了他市長八年 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很荒謬 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 這或許又是特定的媒體 搭配了這個檢連的辦案 來進行 民嘴治果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這樣子的氛圍了 因為有議員質疑說 就是在 2020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質詢的時候 有提到過 金華城可能在容積和相關的問題 就覺得說 那個柯主席現在這個說法有點對不上 所以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都委會就是獨立的審查的單位 那就算市長在背巡台上面 被問到相關的事情 他還是去交由獨立的審查單位去做處理 所以他還是不知道裡面細節跟決策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沒有衝突 但是還有蓋章啊 不曉得裡面的數字 還是讓人家覺得不解吧 蓋章的部分是送公展 送公展 這個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程序 所以這個中間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去了解跟干涉細節的部分 李萱 可是不管如何容距離到了這麼大 你說市長 那個時候時任市長都不曉得到數字 你覺得如果你當初身為記者 你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誤解了說不知道的這件事 我剛剛也很清楚的解釋了 不知道是不知道整個決策的過程 而不是大家這樣子滑坡的去解釋說 好像市長完全不知情 這件事情我剛剛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 那我幫其他媒體問一下 有些媒體就問說現在市長是請假三個月嘛 那目前的情況看起來會延長啊或是怎麼樣 請假這件事情恐怕還是要等這個市長他先處理完官司之後再來討論相關的細節 那這個部分我還沒有跟他有了解過 黃燕也是一些媒體問 他們說原定的訪美行程現在看起來應該 其實現在是這樣喔 這個主席他的原定行程 包含這個禮拜本來都會接見非常多的外賓 然後再加上美國的行程 其實我們都還是希望能夠按照計畫進行 那目前因為這個請假的部分啊 然後還有因為現在還有這個相關的教材進行當中嘛 那代理的黨主席的職務的部分目前有討論嗎 我覺得這個現在或許都還講太早了齁 因為我們其實前幾天大家也都可以知道我們的應變小組呢 籌組起來就是希望能夠在全黨團結的狀態下 一起陪著柯主席來度過這一次的約談 好那現在去提這個相關所謂的代理的問題齁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需要交由後續 呃中平會或者是中央委員會來做處理 這也不是我們一個人可以說了算的 那黨主席今天早上有來這個台北大陸嗎 嗯他可能就做他自己的事吧 所以現在黨主席是已經沒有在呃就是干預 沒關係不好意思我們先讓他過 可以可以可以先過先過沒問題 沒事沒事先讓他們過不好意思 謝謝 那現在黨主席還有在就是呃就是在進行這個 黨務運作的部分 黨務上面他沒有在控 因為他現在就請假對